这是我近期最爱的三款饮品 简单好喝颜值糕再也不用去奶茶店了 先来做个最近刚学的冷泡奶茶 牛奶中加糖和红茶包 腌奶中加蝶豆花 放冰箱冷藏4小时以上 稀米的煮法分享过很多次了 记得一定要沸水下锅再多焖泡一会儿 这样就能煮出晶莹剔透的稀米啦 最后再过一下冷水就不容易黏起来了 准备工作做好就可以开始制作饮品了 开水中加入黑糖和白凉粉 搅拌均匀 倒入杯子中冷却凝固 再用蝶豆花调色做个颜值超高的蓝色水晶冻 搅拌搅拌稍微晾凉后倒入杯子中 最后在锅里加入牛奶牛奶糖 加热搅拌到奶糖融化 加抹茶粉和白凉粉搅拌均匀 冷却凝固后就是超好吃的抹茶牛乳奶冻了 接着往凝固好的冻里加入事先煮好的稀米 黑糖水晶冻里倒入冷泡奶茶 香醇盛滑口感超丰富 蓝色水晶冻里倒入蓝色烟奶 不仅好看也非常好喝哦 抹茶牛乳奶冻里直接加入牛奶就可以了 喝前搅拌搅拌一口吃到超多小料 冷藏口感更佳哦